今天为大家做一个桂花糖醋小排骨 我用的是桂花酱也可以用干桂花 需要的材料呢有葱姜葱切段姜切片 然后排骨排骨呢买的是酱段的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然后用凉水冲洗干净 上面有一些骨头茬子油腻都给它冲洗干净 锅烧热加入油烧至八成热我们夹紧排骨 炸至排骨变色我们可以捞出 锅烧热加入少许油 加入切好的葱姜 姜葱煸炒至发软变黄可以加入料酒 一点点的生抽 老抽呢是为了上色所以加一点颜色好看 加入白糖40克 胡椒粉一小勺 加入250毫升的水开水 然后呢现在倒入醋 我用的是镇姜香醋 先来一个打半勺 因为醋会挥发 所以现在加多少都没有问题 排骨烧开后我们盖上盖子 用中火烧45分钟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看现在开的已经 汁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把里边的葱姜挑出来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再加一些醋 因为醋在烹调过程之中呢它会挥发了 现在加一些醋 然后呢 然后呢糖桂花现在加加一勺 现在大火收汁 现在汤汁已经基本收干了 颜色也非常好油亮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这盘桂花糖醋小排就做好了 放点香菜在旁边 撒点葱花在上面 大家看这颜色怎么样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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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